Hello 我是Tirian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What's in my ballet dance bag 这个主题很多人在留言里也有 request过 最近我们可以回到studio那边 而且我想趁最近换了一个新的dance bag 里面比较干净和没什么垃圾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这个袋里面的所有东西 都是我平时在学习或训练会用到的必需品 所以里面有很多东西 如果你想知道我dance bag里也放了什么 就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我先介绍这个dance bag 我选择这个袋的原因 其中一个是因为它有两个非常大的拉链格 而这两个格其实是分开的 通常我就会把鞋放在第一格 然后一些warmers 或者一些淋淋淋淋的东西放在后面的格 因为我尽量也不想把鞋的尾巴弄到warmers那里 前面它也有一个拉链格 通常我就会放一些电话 卡 锁匙 那就比较方便拿 因为如果把它放在大链里面 通常就比较难找 最后它旁边也有一些位置 给你放水瓶或者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袋分了很多不同的格 所以对我来说放东西方面就比较方便 而且我选黑色的原因是因为dance bag 通常都是被我卵在地上 就不是非常外色的 所以我就想选黑色 因为它没有那么容易显得骚髒 现在我就逐样逐样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这个袋里面都有些什么 第一样是当然有的包围帽鞋 通常dance bag里面都会有soft shoes 和point shoes soft shoes 这是我一个非常旧的鞋袋 这一对就是我的soft shoes 每天会用到soft shoes的时间 其实不多 通常只是在bar的时候才会穿 其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穿point shoes 接着就到point shoes 通常我的袋里面 都会有至少两至三对point shoes 一对可能比较旧 比较软的 而另一对就是硬一点和新一点 因为每一个rehearsal需要用到的鞋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会有几款不同的鞋 在这个袋里面 就可以随时换着来穿 而我穿的牌子 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这个freed的studio 我时不时都会收到观众的留言 或者message 就问我 他们应该买哪一个牌子的point shoes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还没找到 适合自己的point shoes的话 尽量去一些可以让你试point shoes的店铺 试多一些不同牌子 或者不同model的point shoes 因为每一个人的脚型 或者脚背都不一样 所以适合我的鞋 也不代表是适合你的 说到point shoes 穿point shoes的时候 也会有几样保护脚的必需品 第一样就是toe pad 我用的toe pad 是这款silicon的toe pad 它是比较厚的 然后第二样就是 tape 这个是3M的tape 通常我们的danser 就会用它来包着脚 防止它有blister 或者刮到后面脚跟的位置 不过如果我们真的不幸好 有blister的话 我们就会用到这个 second skin 它里面其实就是 这些一片片的啫喱 我们通常就会把它黏在 有blister的位置 然后用tape包着它 就减少它和point shoes摩擦的时候 感觉上会没那么痛 或者心理上会好受一点 说完脚方面的东西之后 当然就不少有我们平时上试 或者rehearsal会用到的一些裙子 通常我就会有两条裙子 在dance bag里面 今天在我的袋里面就是一条 比较短的裙子 然后平时rehearsal也会用到一些比较长的裙子 通常就会有一段一长 放在袋里面 也是depend on rehearsal需要什么裙子 就可以这样换着来穿 然后也会有warmers 一定会用到的就是lick warmers 这一对就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我自己非常喜欢 然后就有一条裙子 这一条是我今天上class用的裙子 这一条就是在Tracco买的一条 帮你焗汗出来的裙子 它里面是这样的质地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穿这一类型的裙子上class 因为做完几个动作之后 就会整身很快 觉得很温的了 另外呢 也有一件这样的羽绒背心 这一种羽绒背心 基本上在我们公司那里 每人都会有一件的 我这一件是在unicolor买的 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袋子 里面就是放了一些 平时扎头会用到的东西 头夹啊 一些U-pin啊 橡筋啊 Hairnet 那我就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 那就比较方便 然后呢 就有一把梳 这把梳已经困难了 不过呢 这把好像是我妈妈在日本买的 梳上头挺舒服的 所以难了也会继续用 然后呢 就有我这个sewing bag 里面已经放了我平时 逢鞋头啊 或者逢鞋 所用到的工具 那我就不太详细介绍了 因为我之前也有影片分享过 我会把它放在dance bag里面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鞋 消耗得很快 所以呢 通常呢 平时排舞一有空档啊 或者一有时间的话呢 就会拿它出来逢新的鞋 然后呢 就有一包香喉膠 那通常呢 我就会rehearsal和rehearsal中间 放休息的时候呢 就会罩一两粒这样 然后呢 有这个 DeraBand 那呢 通常呢 就会上class之前 又或者是rehearsal之前 用它来做一些strengthening exercise 那然后呢 当然 不少得我的水瓶啦 这个水瓶呢 是我朋友送的 那所以 我也不太清楚它在哪里买的 那不过呢 它无论是暖水啦 或者是冬水 它里面的温度都保持得非常之好 所以呢 我非常之喜欢用这个水瓶的 接着呢 我就有一些按摩肌肉的东西 第一个呢 就有这个波仔 通常呢 我就会喜欢踩着这个波仔 然后呢 滑个脚板底的 然后呢 就有这个 这个呢 就是用来滑大腿啊 或者一些小腿的 虽然我家里有按摩窗啦 但是呢 我很少会带整支按摩窗回公司 那所以呢 在公司的时候呢 我就会先用这个 然后回到家再用按摩窗 然后呢 我就有这支 小小的 Botaran 那通常呢 我就会擦在一些 肌肉比较痛的位置 因为呢 它有消炎 消肿和止痛的作用 那我常常都会有一支 放在dance bag那里的 那然后呢 我就有一个放口罩的filo仔 里面呢 有一边我就是放旧的口罩 另外一边呢 就有一个新的口罩 的 差不多没有了 啊 我有这个forb 那我们就需要有它呢 才可以进到company那里的 那就 啵 这样呢 它就给你进了 最后呢 我就有一个 这个呢 是我的八宝袋来的 里面呢 就有一些 做样做样给大家看啦 第一样呢 就是 止痛药 因为 有时呢 肌肉 或者受伤的位置 真的很痛 但是 又没有办法停 那就会拍一粒止痛药 然后呢 我就有 烤喘药 因为 我有烤喘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忽然发作的 所以呢 我常常都会有一支旁身的 然后呢 就有NM的时候 用的tampon 有一支 筆 然后呢 就有一支唇膏 因为呢 我们company 有时会忽然间有人来拍照 或者录影 那就会 常常都会放一支唇膏 在dance bag那里 那就随时可以补妆 然后呢 就有膠布 而最后呢 就有一副 spare的contact lens 因为呢 我的道数是非常之深的 如果跳舞 可能不少人 打到我的眼睛 脱了contact lens 的话呢 我是看不到东西的 我是盲的 所以我常常都会有一对contact lens 放在袋子上 不然呢 那天我不用排毛了 耶 没有了 这个也是extra的tampon That's all 这个袋子呢 是之前 subscribe Ipsy bag 每个月会送的 那个化妆袋子 那呢 我现在家里有很多 所以我就用它来 装一些淋淋淋淋的东西 非常方便 那呢 That's all 这些就是我平时dance bag 里面会放的所有东西 每一样呢 都是必需品 那除了这些warmers 啊 衣服啊 裙啊 每天会根据自己的心情 而换之外呢 其他呢 这些都是长期会在我的dance bag 里面的了 没有了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行的 那今次这个what in my belly dance bag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一条片呢 可以令你更加了解我们belly dancer 如果呢 你们有其他想知道啦 或者想了解的东西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很多谢看到最后的你啦 亦都希望你们喜欢 那我们下次再见